就第一段上位 第二段就是巩固位置 他就制造了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头的所有的敌对 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 他不往下干人家把他弄死了 周恩来、刘少奇都不听他的了 朱德也有点不尿他了 所以他只剩下张玉芬了 他只剩下江青了 姚文元傻货是不是 王公文有个屁用啊 所以他必须亲自出马 那就发动年轻的无知的学生 来搞掉这些老同志 这就是当年习和王用孟建柱 搞掉那些几百万个党员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在权力面前都不冷静冲上去 到了第三段 那就是毛泽东了 我要称皇上了 是不是 一统天下 唯我独尊 就今天的习 在这种情况下 习就想了 我要是被干掉了 我抓的那些党员 第二段 抓的那些党员 他是给不给我清算 我父亲的坟会不会被挖 我家人会不会被杀 我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 答案是一定会 那你咋办 那就把隐患统统干掉 怎么干掉 送他们去战场 怎么去干掉 送他们去北朝鲜 怎么干掉 用无知的学生 农民干掉这些精英 怎么干掉 垄断财富 控制钱财 发粮票 控制吃饭 怎么办 你的行动都被控制 叫什么 清零隔离 你不知道清零隔离 对习来讲 这是多大一派气 人类上从来没有一个 一个办法 给所有的政府一个合法的授权 随便杀人 随便病人 我让你病你就病 我随便限制你的自由 而且你一点点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随便杀人怎么样 我给你打几针你就得打 你不打 这些人就把你吃了 这叫什么 人类之间最最可怕的 叫安全恐惧法 安全恐惧法